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 知道除了生物的一体外 生物活动的遗迹或排遗也有形成化石的机会 例如粪便 爬痕和脚印 3. 知道化石是说明生物演化最直接的证据 4. 知道借由化石可以知道古代城生存在地球上的生物 甚至进而了解其演化方向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个单元的学习吧 相信大家平常在看电影或者是卡通片的时候都会看到恐龙哦 但是恐龙这个生物现在已经不存在地球上了 我们到底是怎么知道曾经有这种生物存在的呢 首先我们先看到生物遗骸 生物标本以及生物化石 这三个名词有什么不一样哦 所谓的生物遗骸指的是生物死后的遗体通常指较坚硬不易腐败的部分 而生物标本呢 则是指生物死后的遗体经过原微处理后能够让它长久保存 比如我们这边看到的叶麦标本 或者是这里有海鲜 海胆 植物 果实的标本 以及这边是一个哺乳类动物的标本哦 当生物死后的遗体经过我们干燥 处理 浸泡在福马林当中 或者是用一些药剂去浸泡之后呢 可以让它长久保存的就可以形成所谓的生物标本 那什么是生物化石呢 它跟标本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所谓的生物化石指的是 古代的生物死亡后遗体经过腐败分解 被掩埋在岩城当中 经过漫长时间的复杂作用后而形成到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英国博物馆的一个恐龙化石 那化石跟标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它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它的一些性质是会被置换掉的 比如说它的重量 它的样子可能会多少跟原本的生物有一些些的差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化石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是生物本身的条件 通常只有遗体中较坚硬的部位 比如骨头或牙齿 甚至是植物的细胞壁能够被保存下来哦 比如说这边看到这个是一个细化木 那它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经过了一些矿物质的置换之后所形成的 它的重量就会比原本的植物来得重 因为照理来讲植物死掉之后 它的水分已经没有办法运输了 所以水分不在了之后呢 它的重量应该是会变轻的 但是这个细化木的化石 它其实是比本来死掉的植物来得更重的 那第二个通常它的埋常条件是会在沉积岩里面哦 第三个它必须要很快的被掩埋 但是经过漫长的复杂作用之后才会形成化石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图 如果今天有一个生物它死掉之后倒在这边 然后很快的刚好在沉积岩的环境 一层一层的被盖住 这样子也可以确保它不会被其他的外力破坏掉 如果是在火塵盐或变质盐里面 可能就会被其他的外力给破坏掉 然后很快的被掩埋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被掩埋在土壤当中 岩石地层当中 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微生物进行分解 把它裸软的物质分解掉 然后一些矿物质去做替换之后呢 它就会形成化石 等到很久之后 可能有科学家或考古学家 进行挖掘的时候再发现到它 首先我们介绍的第一种化石种类是实体化石 实体化石顾名之意就是真实的形体被保留下来 所以它是指生物完整的构造或部分构造 被保存下来形成化石 我们可以借此得知该生物可能的外形 首先看到这边的是橘石 它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这个是嘟嘟鸟 这个是蝗牛 我们可以从这个实体化石看到 它的大概身高 体型 甚至是它有几个脚趾头 它的骨架长什么样子 但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是它的叫声 甚至它的完整重量 以及它羽毛的颜色 它身体的颜色 因为这些柔软的部分 已经被微生物给分解掉了 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哦 比如说这边看到的这只长毛象 那这个长毛象 它是完整的连它的皮肤 它的肌肉都被保存下来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长毛象它住在西伯利亚 那西伯利亚它其实就是比较寒冷的地方 在这边的涌动土 因为它的年军温是零度C 它是不太会解冻的 一直都是冰沉的状态 所以当这只长毛象死掉之后 它被埋藏在这里 很快的被冰冻起来 隔绝了与外面微生物接触的机会 因此它的肌肉毛发是完整的被保留下来的哦 除了长毛象之外 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是琥珀 琥珀是植物的树脂留下来的 那当植物的汁液留下来之后呢 很快把小动物或小昆虫包裹起来 它会慢慢的变坚硬 这个时候一样 把这个小生物隔绝外面的微生物空气了 因此它也是整个形体被保留下来 并没有被分解 所以在涌动土或者是在琥珀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生物形态哦 第二种是生恒化石 所谓的生恒化石指的是 生物遗留下来的痕迹哦 所以在这边包括古生物活动的痕迹 也就是移动 挖掘 居住 设时 爬行 甚至是它留下来的一些物质 包括草屑排泄物 或者是它的分泌物 也就是它的软 都是属于生恒化石的一种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恐龙蛋的化石 这个是粪便的化石 藉由这些生恒化石 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到 生物的重量 行走状态 甚至是它的实性 并有借由它的排泄物 可以去做一些判断 第三种是魔术化石 生物的形体虽然已经腐败分解 但是它的生物遗体印在土壤中形成化石 我们可以借齿得知该生物可能的外形哦 所以看到这边就是一只鱼的魔术化石 就好像今天如果你是小baby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幼稚园的时候 我们可能诚心做过紫黏土 这个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手印或脚印 压在紫黏土上面 但是当你把手拿开了 你的手印的形状是会被保留在紫黏土上的 等到黏土干掉之后呢 你的形体也被完整的保存下来 这个就是魔术化石形成的原理哦 接下来是化学化石 有一些生物的形体虽然已经腐败分解了 但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组成该生物的物质 包括DNA可能遗留在眼尘当中 所以藉由判断这个眼尘里面 有没有生物曾经拥有的物质 可以判断这里是不是有生物存在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特别的化石 其中一个是所谓的活化石哦 那为什么说它比较特别呢 一般来讲我们讲的化石是 生物已经死亡之后的遗体 被长久保存下来之后 在被我们挖掘到 可是活化石它不是死掉的生物哦 在这边它指的是有些生物 现存的物种 因为它所生活的环境 从以前到现在改变的不大 所以它的外形能保留原本的形态 在这我们看到它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是它的演化速度很慢 第二个是它的分布范围比较窄 因为当它的分布范围比较窄的时候 它不需要有这么多的适应能力 所以它的演化就会比较慢一些些 在这里包含了马蹄蟹 也就是俗称的后 鹦鹉螺 银杏 以及枪极鱼 都是我们一般常常看到或知道的 活化石哦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是马蹄蟹 也就是后的化石 那它实体的形状长什么样子呢 讲这个样子 它又被叫做夫妻鱼 因为它公德跟母的一旦结合之后 如果要强硬把它们分开 它们就会死掉哦 现在它已经还蛮少的 那有些人会去做一个富裕的动作 接下来这个是鹦鹉螺 平常也有机会会看到 接下来看到的标准化石 跟刚刚的活化石 刚刚好就不太一样 刚好是相反的哦 首先我们看到某些物种 因为它的数量很多 而且它的特征明显 广泛分布在某一个时代的延程当中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那个生物 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哪一个时代 我们可以用以代表该地质年代哦 在这边它的特征是 第一个它的演化速度很快 生存年代很短 分布范围广 个体数量多 特征明显 当它的演化速度快的时候呢 它就会一直改变一直改变 所以每一个地层当中不同的样子 我们都可以清楚的分辨出来 再来就是它的个体数量很多 分布范围很广 特征又很明显 所以我们只要一看到它 就知道它是哪一种生物 可以代表那一个地质年代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古生代的标准化石是山叶虫哦 它从寒武季的时候出现 然后一直到古生代末期 二叠季的时候灭亡 所以在整个古生代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山叶虫 一旦你在地层里面看到山叶虫 就可以知道 这块地层应该是属于古生代 中生代的标准化石 则是橘石跟恐龙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橘石的化石 我们之前也有看到过 那化石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只有这张图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以前的马 它的体型比较小只 现在的马呢 它的体型比较大只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马它是怎么演化的 它的体型是由小变大 除了体型改变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脚趾头也有一些些不一样哦 以前的马 它的脚趾头是四只脚趾头 那现在的马 它的脚趾头是一只脚趾头 这跟它居住的环境也有关系 科学家认为 以前的马 它是住在丛林当中的 所以当它的脚趾头 比较多个的时候呢 可以方便抓握 而现在呢 马它是住在草原草地 因此它需要的是比较快速的奔跑 而一只脚趾头对它来讲是比较方便奔跑的 既然它居住的地方不同 当然它吃的食物也会不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以前马的旧此 它的 咀嚼面 这个是现在马的旧此咀嚼面 我们可以看到 旧此除了它的大小变得比较大之外 它的咀嚼面也是从比较平滑 变得比较凹凸不齐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前的马 它住在丛林里 它可能吃的是嫩叶或果实 比较柔软 而现在的马 住在草原里 它吃的是草 因此它需要比较厚的咀嚼面 帮助它去咀嚼这些草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知道 化石的功能第一个 也就是提供演化的证据 知道生物从以前到现在是怎么改变的 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 岩层的相对年份 甚至藉由化石进行同位数定年法的时候呢 也可以知道它的绝对年代 所以我们刚有提到 如果我在一个地层当中 发现到恐龙 我大概就知道它是属于中生代的岩层 如果我在这个岩层当中 发现到了三叶虫 它应该就是属于古生代的岩层 第三个我可以知道 古代生物生存的环境跟气候 我在这个地方挖掘到了长毛巷 或者是挖掘到了珊瑚礁 它代表的是不同的意义哦 比如说珊瑚礁 它应该是住在温暖干净清澈的前海 但是如果我今天在台北的阳明山 甚至是墾丁 发现到了珊瑚礁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推测 原来这块地方原本应该是在海洋 而慢慢的可能因为地层容器的关系 它变成了陆地 所以藉由化石 我们也可以知道古代生物生存的环境跟气候哦 这个单元学习的是 演化 演化的证据 介绍了化石形成的过程 化石的种类 以及化石提供的讯息 希望藉由这个单元的学习 大家对于化石 演化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演化石є